香港比較大 香港也會在區間波動 現在可能是19,000至22,000至23,000 都是在這裏上上下下 而美股和A股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保持一成的升幅 我們投資的方向和3、4年前很不同 因為始終QE大量的資金在市場 錢多當然是主要發夢 所以那時就越高PE 越瘋狂 甚至越蝕得錢多 股價就炒得越厲害 因為你給了很多將來的想像空間 現在當你沒有了QE 大家的銀子真的少了的時候 這個就完全不成功 所以回歸一些revaluation 私心投資者林一鳴過去靠著波浪理論 預測股市走勢 炒期貨成功累積財富 幾年前已經達到財務自由 提早退休 對於2023年中港美股市 林一鳴就看好美股 A股今年底維持到一成的升幅 但是港股就相對看淡 所以更加要慎選合適的股份板塊來投資 中港美股即是三個市場 美股和A股會看得比較好 香港就比較大 香港我覺得都會在區間波動 你見現在都可能19,000至22,000至23,000 都是在上上下下的 現在港股的情況裡面 短炒是非常合適的 因為整個波幅大 也可能升五百七百點 但那些我不會買剩股 用一些衍生工具去買 主要用一些市場選擇 即是Futures那些 在去年 尤其是年中至第四個的時候 我看港股是比較淡 但當時預測了幾件事 主要就是中國的青年政策 當時我自己的估計是錯了 我覺得有時間搞的 另一個因素就是 中國和歐美國方面的關係 開始比較拉遠了一點 令到香港本身是吃兩家茶禮的人 現在變成被兩家潑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外資會減少香港投資各方面 我因為這兩個元素 就看淡了港股 2月6號通關 2月8號已經走上去 街邊的人不戴口罩了 室內也不戴口罩 因為問過他也說 我上個月也中過了 但為甚麼 已經完全解決了 這對整個港股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港股在之前 由14000至15000至15000 現在大約2萬左右 這個反彈我自己是沒有預期的 也持貨量不多 第二個因素 你說中美關係開始拉遠了 而令到香港中間人的地位轉變 這個我暫時仍然會存在 過去幾十年內 很多外資投資在香港的股市 例如他設定公司 在金融業之類都會有很多 如果譬如兩邊拉開了 你看中國也有少許轉變 十多年前的話 他很喜歡外國 美國那些投資 現在的話 他還會放在內循環 而內循環 其實香港的幫忙 不是那麼多 如果外循環的話 我要帶一些美國的資金 經香港進來中國 當然是完美 如果在內循環裡面 我帶一些上海的資金 去北京 這就是要使用香港 所以 我預測未來的三至五年的話 外資會在香港的投資 會慢慢慢慢減少 我們看到最新推出的數字 在中環的GRAE A 其實已經升到12至14%的空置率 這個是 見入行這麼久 裡面是一個記錄高 就算之前 任何情況都沒有見過這麼恐怖 看看SARS的情況下 而在整體的GRAE 其實譬如九龍灣那些 已經升到20% 今年還有幾個大的GRAE Orphic 還要在推出 譬如長江中心議期 行機等等 我預計今年的寫字遊空業 有機會去到16至18% 接下來只會有升普跌 即是我們投資的方向 跟三四年前很不同 即是之前我們就 因為始終你QE 大量的資金在市場 那錢多 當然是喜歡做夢 所以那時候就越高PE 越瘋線 甚至越蝕得錢多 股價就炒得越厲害 因為你給了很多 將來的想像空間 現在當你沒有了QE 大家的銀子 真的少了的時候 這個就完全不行了 所以回歸一些 就算科技股也是 我會選一些科技股 真的會有型 有PE 甚至有PE 它雖然是科技股 但它有PE 十多東西配PE 那這些值得買 在這些時候 你輸的空間就會比較有限 而這些 發夢的股份 暫時 除非它將來有一天有QE 如果沒有QE 就不會買些試夢股 以前就發夢 發夢得越多 股價就越升越多 現在就越算到數 那些股份 就會升得越好 例如 我反而今年會比較看好內銀 因為它已經提供了很多投入 即是它想像 整堆了 來訪那些都爆煲 然後累到內銀 輸了很多錢 所以它的PE 我知它是三四倍 如果到時 真的被它 十個爆煲 情況沒有那麼恐怖 可能不變了五個 四個三個 它再重減的時候 相對就會很划 而且息口也很吸引 很多 百利和九利 你當擺在股價不動 其實也很划 一年給你一成的回報 一些比較內需型 即是不是出去外面 內需型 即是它純粹在中國本土裡 自己在轉 一些零售 那些都會做得比較好 你說內訪的話 是國企那些可以的 民企那些 暫時我覺得都不要搞它的 始終尤其一些民企 尤其債券也好 即是一些民企的內訪 我不相信它們會還錢 因為你見到 例如有些民企 我自己近期都上過 國內亞看過很多不同的新盤 國企那些 其實國價沒什麼跌 最高位其實是十多個百分之 民企有些 劈下去三四成都沒有人要 因為大家怕辣味 即是內訪爆煲汁 那國價不會很理會 不會很關心 但你說人們買了樓花 而變成了辣味樓 這個便是很大的民企問題 我覺得未來三至五年 會有一個趨勢 就是可能不讓你買樓花 甚至可能樓花期是超短 譬如半年才可以讓你買 內訪的話 你的盈利或槓桿 會大幅下跌 如果不讓你買樓花 你真的焰兜兜去投地 建好了大半平頂 可能才可以讓你賣 那你不可以第一天買一塊地 然後收到錢回來 即是打了個樓 拿錢再投第二、第三、四地 他們的生存空間就會比較少 但市場就會健康 只有資金充裕那些公司 才可以生存到 亦都是在今次內訪危機 整個政府、市場學到的一件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國企一定會生存到 資金是國家的 國企內訪便做得好些 部份實力比較好些的內訪 農戶那些可以捱下去 問題也不做一個創造性很大的災難 這個都見不到 所以經濟各方面 內需、亂各方面都會好 中國的經濟發展 其實經過今次疫情之後 慢慢會上升 今年的GDP 其實估計到至少5.5%或以上 去回正常的速度 那個內需 所以你說中國企業的營利增長 那方面是不錯的 在國內存賣裏面 A股的走勢我覺得會不錯的 有錢我寧願去買A股 或者買它的index 即是你不買股票 你買223、222都可以 而美股和A股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保持到一成一升幅 而價格 我們先看這股市 第一要先看加息周期 我覺得美國的加息的話 其實有機會會多加上半年 加多兩次至三次 那可能每次0.25% 那麼加息周期就會完結 主要就是加息 其實它要看通脹 通脹其實是怎樣來的呢 通脹的數學方式 就是今年的物價 除去年的物價 而你看整個物價指數 其實由於鵝會戰爭 在去年突然間 三月的時候 油價爆到百多元 然後由於油價貴 所以能源都貴了 就算你買一瓶牛奶 因為它一定要有工廠 要用電 其他開燈等等 那你的能源貴了 然後油價 然後推到整個 在去年的Q1至Q2 物價會突然升上去 你說現在的物價 有沒有便宜到呢 沒有便宜到的 但現在的物價 比起去年三月 有沒有再突然升上去呢 又好像沒有了 因為條線就是本上很便宜 油價 然後突然升上去 三四月 百多元油價 然後慢慢下來 所以你說今天 如果在數學上高的話 那些油價一定會跌下去 如果你看看今年的油價 比起之前百多元 現在都回了兩至三成 但會不會減息呢 我覺得會不會這麼快 因為你說美國 加息或減息方面 他連續谷他自己 就說看過的消息 但我覺得這個是第二 第一 當然是先看他的大選 我覺得他會用這些蛋藥 會留在明年第二季 即距離大選突然年底 大半年左右 他會開始慢慢減息 當然減息大家都會開心 一定會是 經濟又好一點 市場又好一點 希望用這些工具來 捷自己的大選 所以我估計 夜色的trend 就是加了兩三次 然後還行大約大半年左右 去到明年可能一二季 就開始慢慢減息 如果這個圖案來的話 對股市是正面的 對於整個美國 尤其是傳統的股 例如銀行之類的 盈利增長的分別都應該會不錯 通常市場會比 即經濟會走快半年 如果我們預計到 例如明年開始減息的話 其實今年的美股下半年 就會反映了 林一鳴的投資經驗豐富 由環球股市 債券期貨期權 商品 甚至是紅酒 都做了大量的研究 當然還有大把心得 可以和大家分享 想知道多些 就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 instocks 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鈴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compare 還有 見面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還會 快點 我們來看 感谢观看